第二字词一般读定定,这都是常用词,定是读阅音第三声,安定决定的定是读第六声。 定定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定定一个盟约 定定一个协议 即是安排一个大家同意的一件事干 以为定定 我们可以说签定一个盟约 签定一个协议 也有这个定 因为定本身是一个意思的 即是去设立 跟这个定有一个分别 制定法律 是应该谁制定呢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新闻 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 内地的用法就用这个定了 制定 那用这个可以吗 制定可以吗 其实我们也有的 在香港我觉得这个比较通用 制定法律 因为这个定真的有一个去安排 去已定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就两个可以说是通的 制定 或者制定 这个字 有时有些人都读定 即照读第六诗 有很多用这个字 就不能用这个来代替 不是所有用这个定 都可以用定来代替 最简单 我们经常用的 例如你去吃饭 打个电话 订座的订 用这个字 落订的订 用这个字 订金 用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 我们 月音 将它作为这个意思 即是 预订 这个意思 订票 订购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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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紧定于 某年某月某日 假 哪里 切什么宴 敬请光临指导 用这个字 但是 现在我发觉 很多人都用这个 紧定于用这个 这两个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就是 我现在 是 准备 计划 在那个时间 切宴 请你来 老实说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一些 觉得 客气一些 因为 紧定于 我定了 这个定就是决定的意思 这两个字 其实是有个分别的 不过你作为 立法 制定法律 这两个字 都是可以通的